愛迪生是美國的發明大王 我們的電燈就是他發明的 愛迪生從小就是一個喜歡問問題的小朋友 在他五歲的時候 有一天,愛迪生見到家裡的母雞 他躲在鬥裡不出來 他就叫著去趕他 但那隻母雞就歪了頭 斬一下眼睛 還是動都不動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愛迪生把母雞抱起來一看 咦,原來那個窩裡有很多蛋 數一數,有十幾隻 奇怪了,母雞今天生了那麼多蛋,做甚麼 他馬上就去問媽媽 媽媽笑了起來 他告訴愛迪生 母雞在這裡呼雞仔了 媽媽說 母雞用自己的身體蓋在蛋上面 那些蛋暖粒粒 裡面就會自然生出雞仔 等那些雞仔再長大一點的時候 他們就會刺破那些蛋殼 從裡面捐出來 愛迪生聽了媽媽的話 好開心地跑開了 他在哪裡呢 過了大半天 媽媽都沒有見到愛迪生 心裡非常著急 找來找去 原來愛迪生在隔壁屋的院子裡 他用柴草搭了鍋 裡面就放了幾隻雞蛋 愛迪生居然學著母雞的樣子 蹲在上面敷雞仔 愛迪生想 沒有雞這樣蹲在蛋上面 就可以敷出雞仔來 我蹲在上面 說不定都可以敷出雞仔呢 媽媽見到愛迪生 傻奸奸的樣子 又覺得好笑 他把愛迪生叫了過來 行啦傻仔 你是敷不出雞仔的 愛迪生就蹲在嘴裡 一直在想 我為何敷不出雞仔呢 小朋友 雖然小時候的愛迪生 做過很多這樣的傻事 但是愛迪生長大之後 就成為了一個 文明世界的偉大發明家 他拿過的發明項目專利 多達一千幾個 愛觀察 愛思考 勤實淺 只有這樣才能夠 成就偉大的事業 這就是很多科學家 用他們成長當中的故事 告訴我們 你們學到沒有?